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1976年上映 由谢氏影业公司出品的文艺爱情片 《爱在夏威夷》 珍珍邓光荣 郑少秋主演 全片在夏威夷实景拍摄而成 谢氏影业正是珍珍当时的丈夫谢贤 开设的电影公司 不同于多数在港台取景 以餐厅客厅咖啡厅为主的三厅言情电影 《爱在夏威夷》顾名思义 是在充满热情与浪漫气氛的夏威夷拍摄 片中处处洋溢异异国风情 只见穿着夏威夷风格洋装的珍珍 面带笑容问候Aloha 她开着可爱轻巧的绿色小吉普 载着初来乍到的灯光荣四处流来 钻石山大风口珍珠港 两人依照惯例在山明雪秀间奔跑 同时历经猜疑误会的爱情波折 唯一不同的是 开跑前贴心尽责的导游珍珍 必须多加一句台词 这儿是最有名的危机机海滩 独立自主的富家女孩凯琳 在爷爷的安排下自香港移民夏威夷 她在一间花店工作 过着自己自主的生活 一天清晨她收到来自香港的电报 才知道分手多年的旧友 Ju今日抵达夏威夷 她随手拿了一串迎宾花环 开车直奔机场 凯琳飞车赶到 拎着行李与其他的Ju已等候多时 Ju打算住凯琳家 她婉转称房间很小 不太适合 但Ju完全不在意 表示愿意暂时睡在地上 等赚到钱再搬出去 Ju在香港是位小有名气的歌手 却想跳出舒适圈 为了达成愿望 Ju与夏威夷的夜总会签约助唱 尽管薪水比在香港少 但她仍愿意为理想一事 夜总会罗经理以骄傲口气叮嘱周 夏威夷不比香港 不是随便唱唱就可以 这些话听在心高气傲的Ju耳里 很不适滋味 她气骂对方将她看成要饭的 想着立刻回港 凯琳见Ju自暴自弃 奈着性子好言相劝 至少赚了旅费再回去 Ju好奇凯琳为何不在爷爷的店工作 她笑答 或许我像你一样 想出来闯一闯 凯琳和Ju原本是一对情侣 可惜凯琳的家人不喜欢玩心很重的Ju 总是阻止他们见面 后来凯琳离开香港 两人就断了音讯 时隔多年 Ju再见凯琳 发觉她比以前更成熟 有条理 凯琳建议Ju不妨白天打工贴补生活费 但异性阑珊的Ju却回答 我还是回香港好了 见她心意已决 凯琳只好请Ju务必等自己下班 届时再送她去机场 隔天午后 凯琳回到家 却看到Ju在厨房做菜 原来是希望她赶紧吃饱 好准时送自己去夜总会试唱 凯琳明白Ju愿意接下助唱工作 很积极地请朋友们前去捧场 Ju的歌声悠扬婉转 很得现场观众喜爱 唯独凯琳的男朋友微微很不服气 讽刺Ju想在美国走轰 没那么容易 微微认为凯琳在Ju出现后态度呸变 直言两人过去在港肯定有鬼 凯琳承认和Ju曾有过爱情 但已经彻底过去 现在纯粹是帮老朋友的忙 Ju把薪水交给凯琳 并希望她带自己四处观光 凯琳与Ju畅游欧湖岛 在微积极海滩看游人冲浪坐日光浴 凯琳也在大风口讲述一个发生在此的真实故事 她说曾有一名少女跳下悬崖殉情 没想到竟被风一层一层拖住 结果竟然没有死 凯琳又待揪前往珍珠港等景点 之后两人乘帆船经过钻石山 凯琳介绍此处过去发生过一段故事 一个美丽的酋长女儿爱上黑奴 但酋长不赞成 两人只好跳火山殉情 酋长为了纪念女儿 每年都献上许多珠宝钻石 此处才被称为钻石山 途中 Ju不断向凯琳施爱 她却频频闪避 Ju直觉两人距离越来越远 但凯琳不愿道破实情 微微突然来访 说出凯琳曾为Ju不念书不回家的过往 尽管凯琳解释只是朋友相互照应 微微仍以男朋友的身份要求Ju搬出 凯琳下班回家 Ju和她的行李都消失无踪 凯琳在夜总会找到Ju 郁闷的她竟将乐手一一揍倒在地 Ju坚称没听到凯琳与微微的对话 并说已在夜总会附近找到房子 请凯琳误再担心 Ju自夜总会离职 失去踪影 凯琳为此郁郁寡欢 数日后 凯琳得知Ju在加油站打工 她温柔叮嘱 有困难一定要找我 Ju故作潇洒称 不想再麻烦凯琳 某晚 Ju突然带着金发女郎 Ju Jo去找凯琳 Ju Jo作风大胆 旁若无人的听歌跳舞 Ju表示此女的父亲为地产商 她则是有名的playgirl 只要跟着Ju Jo便有吃有喝 凯琳劝她回港唱歌重新开始 Ju无奈摇头 之后 Ju看到Ju Jo与他人热吻 渡火中烧的她竟然打了Ju Jo一耳光 因此倍感出门再度漂泊 Ju来找凯琳 告诉她自己被Ju Jo扔了 凯琳愿意提供吃住 但希望她能找份稳定的工作 Ju没有接受凯琳的建议 而是开口借一千美金旅费 现金有限的凯琳 只得带她向薇薇借钱 凯琳难得对薇薇和颜悦色 竟然是为了Ju 气得薇薇大骂Ju 是吃软饭的东西 凯琳只好找经营餐厅的爷爷帮忙 爷爷知道借钱的人其实是Ju 凯琳认为是薇薇从中作梗 认为众人都误会Ju 看不起她 爷爷心里虽然不愿 但见孙女一心为Ju 决定成全 并对孙女说 你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 或许她对你真的很重要 Ju即将离开夏威夷 透过电话向薇薇坦承 当初是为了凯琳才来这里 可是现在发现自己无法带给她快乐 不配与她一起 薇薇很受感动 也要赶到机场为Ju送行 薇薇与凯琳会合 凯琳却对薇薇说 Ju走了 我们两个也完了 薇薇不懂她究竟需要什么 凯琳只是苦笑 到达机场的Ju 感叹自己欠凯琳太多 希望她能找到一位能够依靠的好人 Ju即将登机 却听到呼唤自己的声音 眼前出现拿着机票的凯琳 刹那间 两人明白已离不开对方 在机场内紧紧相拥 琼琳是文艺爱情片崛起的1970年代 珍珍与邓光荣堪称最相配荧幕情侣 两人同属娃娃脸 角色性格任性独立 在每一部电影里 对彼此一见钟情与一往情深 尽管珍珍未如影迷预期 在现实里和邓光荣送作堆 反而与年龄教长的谢贤皆为连理 但三人的友谊却延伸为事业伙伴 成就功无不克的铁三角 即谢贤为谢氏的老板兼导演 邓光荣和珍珍则分任男女主角 作为女主角兼谢氏出品人 珍珍在片中可谓十分牺牲 不仅全身涂黑扮演当地原著名 还难得开金口 以稚嫩清脆的声音 分别与谢雷合唱与独唱插曲 别问我 在此之前 她也曾玩票性质地 在自己主演的《我心深处》与刘家昌合唱 当时片约忙碌的珍珍几乎一刻不得闲 她经常因戏受伤生病 腰伤救急复发 肺炎晕倒极 点眼药导致双目红肿 即便大牌如她 还是得配合电影需要 冷天临大雨 夏天穿毛衣 甚至还要硬着头皮练唱 一切以票房为旨意 爱在夏威夷不仅重金赴国外取景 又有珍珍歌唱助阵 卖座指日可待 未料电影拍成后 却因谢氏夫妻婚变遭到冷冻 珍珍作为谢氏的出品人 与谢贤是事业上的伙伴 好处是日夜相伴 却也难免公私不分 各种情绪缴在一起 赋以媒体捕风捉影 维持婚姻难上加难 1976年后半 努力维持间谍情深 形象的两人 陆续传出不合消息 直到事情已无转还余地 才于该年底宣布离异 谢氏公司两大巨头分手 直接影响未面世的爱在夏威夷 法律问题多且复杂 造成电影无法如期上映 附带一提 爱在夏威夷除了货真价实的夫妻 主演的珍珍和客串的谢贤 还有一对未来夫妻 饰演房东太太的沈殿侠 与注定失败的第二男主角 郑少秋 拍摄电影当时 聪明伶俐的菲菲 或许怎么也想不到 九年后会与眼前这位 口哗哗的男人结婚生子 更没料到甜蜜爱情 尽成人生遗憾 文艺爱情片的男主角 总是帅气深情 但性格常有优柔寡断 或容易暴怒等缺陷 邓光荣在《爱在夏威夷》中的角色 不一是一种令人无法信任 又没有担当无法负责的小孩 只见他莽撞跑到夏威夷注唱 自顾自决定寄居前女友家 上班第一天就因无法接受对方无理对待 兴起打道回府的念头 爱情受到挫折 就到上班地点打人泄愤 之后再闹失踪 不日又成为富家女的玩伴 自知堕落却无法刹车 临行前 一事无成又身无分文的他 又开口向女主角借一笔钱 你们为什么都误会揪 看着凯琳怒骂男友爷爷 总瞧不起邓光荣饰演的揪 荧幕这头的观众可能很难苟同 毕竟大家都目睹揪 没用的那一面 《爱在夏威夷》改编自香港爱情小说家 伊达的原著 她的作品多走奇情浪漫路线 不是重遥以富职辈的反对为冲突点 而是以角色本身的性格与选择 作为故事发展的主轴 以此片为例 两人的首次分离虽是爷爷造成 但重逢后无法重燃爱火的原因 却是女主角内心的挣扎 相较角色性格一目了然的揪 剧情将凯琳塑造为追求真爱的独立女性 她将突然出现的旧情人视为好友 尽力劝慰 没用难 可惜的是 凯琳后半显得感情用事 一颗心完全偏向揪 只能说心高气傲的男主角很幸运 不论多么穷困潦倒 与渣渣渣都有一位忠心耿耿 全面包容的完美爱人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